大汉奸妙宾投靠汪精卫后 旨在汪伟政府的清水衙门 唠叨一官半职 倍感失落的他 决定再次投机找下架 他是如何与重庆国民政府联系的 他不仅资历前又是个汉奸 为何能作为秘使 代表蒋介石去日本谈判讲和 日本投降后 妙宾一度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和军统的保护 后来他又为何被突然抓捕 并被匆匆审判 成为第一个经判局被枪毙的大汉奸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将为您讲述 审判大汉奸妙宾下级 背黑锅丢性命 妙宾1902年出生于江苏省吴西市 青年时期曾在黄埔军校担任教官 在黄埔军校期间 他组织孙文学会发表反共言论 受到蒋介石的青睐 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 他在担任江苏省民政厅厅长期间 大肆敛财 卖官欲绝 中印东窗事发被弹劾免职 1937年上海南京先后陷落 妙宾便捷投敌 他去北平参加了日本人扶持的 华北汉奸政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1940年 妙宾看到汪精卫汉奸集团 在南京组织了更大的伪政府 以为在汪伪政府更有前途 于是他决定再次投机 试图在汪伪集团分一杯羹 那么他的如意算盘能否得逞呢 上集我们说到 妙宾想要投靠汪精卫 总得有一个敬见礼 于是他就有了前往泰州 去说服苏鲁瓦游击总指挥部 政府总指挥李长江和李明阳 率领手下两万多人投降汪伪 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想做苏北的清乡督办 结果呢是竹篮打水啊 一场空 这个时候啊 华北政务委员会王一堂等人呢 认为这个妙宾啊 你不应该给汪精卫服务啊 因为你是我们这儿的 所以你不能脚踩两只船呢 因此呢 华北方面呢 拒绝这个妙宾啊 再回来 这样呢 就是华北没有了妙宾的位置 他是偷鸡不成啊 十了把米 机关算尽啊 只好在汪伪政权当中 捞了一个立法院副院长的头衔 后来呢 又调为为考试院的副院长 就这样呢 长期他就待在上海 不去上班 但不甘寂寞的妙宾啊 能不能逍遥在外呢 此时啊 他就开始动了脑子了 想和重庆方面呢 进行联络 有这么一个念头了 1941年的6月 妙宾呢 就拖人到重庆 找到军政部的部长何英卿 接上头了 为自己呢 留了一条后路 此后呢 妙宾通过军统特务 一个叫陈商风的人 和重庆的军统局呢 戴笠又取得了联系 1943年的夏天 军统局的局长戴笠呢 就发出了一个指令 叫做妙宾啊 准于运用 军统呢 在南京上海的特工 都于呢 妙宾进行接头 这个时候啊 妙宾找了一个化名 叫王佐 又在他自己私宅里啊 设了电台 以重庆方面呢 进行信息往来 做情报工作 1944年呢 日本东条英姬内阁啊 辞职了 陆军大臣呢 小几国招 成为了新首相 妙宾在上海 通过日本朝日新闻的这些人呢 就跟小几国招啊 取得了联系 小几国招手地啊 有一个情报大臣 叫旭方竹虎 他们两个建立了联系 了解了呢 日本内部 有一部分反战派 这一年的8月14号呢 妙宾他就致电 军统局转成蒋介石 他提出了一份 策反小几国招内阁 求和这么一个计划 同时呢 妙宾也通过日方的关系 向小几国招呢 进行了联系和试探 8月22号呢 日本方面的特使啊 携带了国务大臣 兼情报总裁的 旭方竹虎的 这么一个姓韩 到了上海 向妙宾呢 通报说 说这个小几国招啊 准备向蒋介石求和 请妙宾 代表到日本去免疫这件事 妙宾呢 觉得这个机会来了 立即啊 和重庆方面进行谋划 准备呢 赴东京谈判的这些事宜 企图呢 和日本的一些政要啊 像东九迷宫这些人 就石原 就陆军大臣呢 这些反战派 进行谈判 在沟通呢 日本的皇室 秘密地策动 日本当局 和重庆当局停战 来议和 当时呢 在军事上的失败呢 又促使 小几国招啊 开始考虑 用外交的方法 来修饰战争的残局 11月10号这一天 汪精卫病死在日本的 明古屋 整个汪伟集团呢 人心惶惶 面临着速导湖村散的这种 局面 妙宾眼看着汪伟汉奸集团 即将崩溃 他更加迫切地 想推进对日和谈计划 意图为重庆国民政府 立下起功 那么 蒋介石对这个计划怎么看 军统投资代理 是如何促成妙宾 代表蒋介石对日和谈的 妙宾化名佐藤 与日本方面究竟谈的 怎么样啊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继续为您讲述 审判大汉奸妙宾 下级 背黑锅 丢性命 小几国招啊 求和心切 派了自己的密友啊 三县大佐啊 到了上海 贵武妙宾 双方呢 商定了和平的方案的步骤 他这个框架 妙宾呢 深知到 这件事啊 绝非儿戏 因此呢 就是要求 负责和他联系的这个代理啊 你要提供我的保证 戴笠呢 向蒋介石进行了请示 因为这件事啊 确实是一个大事 蒋介石呢 给戴笠下了一个首令 内容是呢 派妙兵 代表他 他就是蒋介石 同日本内阁呢 进行接洽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出在1945年初 这个太平洋战争的局面啊 战局是急转之下 美军的攻势啊 直指日本的本土 日本的败局已定了 蒋介石呢 他的政府啊 在盛局已定的情况下 为什么要避开盟国 单独和日本讲和呢 为什么要派妙兵啊 到日本 和日本政府秘密和谈呢 实际上原因并不复杂 蒋介石也想保存 日本的残余力量 留了这部分日军 对付呢 中国共产党 包括苏联 当时呢 中国大陆上的日本军队啊 和伪军加在一块呢 一共是300多万人 关中军呢 还拥有飞机900架 坦克啊 还有800辆 重庆政府 远离华北和东北 但是共产党的首府延安呢 离这两个地方都很近 谁先控制了日本的军队 谁就有可能啊 控制中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蒋介石是担心什么呢 他担心日本崩溃以后 共产党的势力难以控制 所以呢 试图让日本在中国呢 保留一部分的军队 在这种情况下 以对付共产党 当时呢 戴笠指挥的军统和组织呢 和日本方面呢 他也是这个求胜新切吧 戴笠呢 急于想立一个奇功 也就呢 立出蒋介石 让妙兵啊 去放手去干这件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二月初 小姐密令啊 妙兵携带无线电 和随从 趁军用飞机啊 前往东京 于是呢 才有1945年的3月16日 妙兵一个人赴日本东京 这么一幕 妙兵到了日本东京以后啊 就在当天晚上 向旭方竹虎啊 出示了蒋介石给他的电文 和其他证据 表明自己呢 他是有身份的 就是他来之前呢 这个事情蒋介石是知道的 妙兵呢 声称 是我得到了蒋委员长的同意 在中日全面和平实行的这个方案呢 核心是什么呢 就是停战和撤兵 取消呢 王伟政权 具体内容呢 有这么几项 第一呢 就是满洲 东北的问题呢 单独在协少 第二呢 日本完全从中国撤军 第三呢 取消汪伟的南京政府 设置一个留守府 重庆政府呢 三个月之内啊 就迁都到南京 第四条呢 这个留守政府呢 由重庆方面的重要人物来组成 第五条呢 南京政府的要人呢 在东京 由日本政府负责收容 第六呢 日本与英美奖和 日本最高战争的指导会议啊 在首相官邸召开 主要是讨论呢 庙兵工作 一部分人赞成 另一部分人反对 都认为呢 主要需要弄清 蒋介石到底是什么意图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双方吵来吵去 意见呢 始终无法一致 对于和平外交的内容 根本就没有涉及 也只是呢 围绕着庙兵的资格 他的人品 蒋介石的真实意图等等 纠缠不清 四十分钟啊 就闹得不欢而散 小级首相啊 无奈之余 就接受了 续方竹虎的建议 单独向 御人天皇丧纵 结果啊 出乎他的意料是 天皇也明确表示 反对这件事 下令 尽早啊 将庙兵遣返回国 庙兵这一大单生意啊 就黄了 他在日本呢 逗留了一段时间 最后回到上海 这个时候 他也接到了 重庆代理 关于终止和平活动的密电 庙兵代表 蒋介石对日和谈 无果而终 他想以此 立下大功的幻想破灭 但抗战胜物后 他这个大汉奸 却因此被免于逮捕 甚至还得到了 蒋介石的嘉奖 然而 好景不长 庙兵怎么都没想到 他引以为傲的对日讲和行动 竟然成了自己的催命符 那么蒋介石为何突然将庙兵投入监狱 庙兵在审判汉奸的法庭上 是如何为自己狡辩的 他的人生末路又是如何走过的呢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将继续为您讲述 审判大汉奸 妙兵下级 飞黑锅丢性命 抗战胜利以后 庙兵不仅没有被逮捕 还在1945年的年关之际 得到了蒋介石加奖令 和八万元的法币作为奖金 他住在上海绍兴路的家里 洋洋自得 和家人还举行的夜宴 但是 为什么他又突然被抓了呢 原来 驻日的美军总部 从日本战时内阁档案当中 发现了妙兵 在日本谋合的档案材料 即佐藤事件的文件 以及妙兵议东九迷宫 和平会谈的记录 此事 立即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在盟国对日的理事会上 苏联代表指责 重庆企图联络美国 又派这个妙兵到日本 策划对日妥协 这到底是为什么 盟军总司令迈克阿瑟 就垫寻蒋介石 为什么要瞒着美国 和日本单独的构合 蒋介石被问得非常尴尬 迈克阿瑟还准备传唤 这个妙兵去东京做证人 美国总统杜鲁门 也指责蒋介石 违反了开罗会议宣言 因为在开罗宣言中 规定任何一个国家 不得于日本单独构合 为了防止事情败露 带来这么一个被动的局面 蒋介石一面垫覆麦卡瑟 说绝无此事 一面下令 立即将妙兵逮捕 尽快将他处决 妙兵被捕时 他并不知道其中的缘由 所以他显得很从容 在被宪兵带走之前 还安慰家属 你们放心好了 我是不会死的 我是没有事的 没想到 三天之后 妙兵就被劫往南京去了 尽管他是关押在 宁海路军统的看守所里 但是看守所所长办公室 专门腾出来 作为他的卧室 他完全不像个犯人 像个贵宾 而且每天他的菜饭 都是陆军总司令何英卿 专门指定的菜馆 为他单做的 和宴席一般丰盛 忽然有一天 妙兵突然从贵宾 一下子沦为了重犯 被押到苏州去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原来呢 国民党的陆军总司令 何英卿 专门派这个妙兵 到他的司令部 这两个人呢 原来是至交 认为什么事情都好解决 何英卿呢 就对妙兵说 说你老兄啊 的确是为蒋委员长 出过大力的 因为呢 委员长事情太忙 所以他呢 以前给你的这个手遇啊 还有这个带笠啊 给你的这些电文啊 他说你把这些东西啊 你来交给我 因为委员长他来 没有时间看嘛 你通通交给我 我亲自向伟座去说一下 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几十年的老朋友了 你总信得过我吧 妙兵呢 于是就把这个公文包啊 就递给了何英卿 说这个委座的手遇 带笠的所有的电文 还有日本方面的文件 全在这里边了 说拜托靖之兄了 但是妙兵万万没有料到 蒋介石在拿到自己的亲笔信 和其他的文件以后 立即下了一道手遇 妙兵按律办理 所以呢 妙兵很快就被押解到苏州 江苏高等法院的看守所去了 1946年的3月17号 在蒋介石和妙兵之间 担任这个联系的这个中间人呢 戴笠因为飞机失事 死了 以此同时呢 军统局 又给江苏高等法院去了电文 查逆妙兵 背叛祖国 略即招然 虽成为本局运用 略有贡献 而发动于日本 以节节败退之时 不免偷机取巧 仍请依惩治汉奸条例 予以法办 这样呢 就是军统局也不承认他了 在4月5号 江苏高等法院 进行公开审判这个妙兵的时候呢 当时旁听席上啊 上海啊南京啊 苏州无锡各地的这个报社的 这些特约记者啊 都到场采访 下午两点钟呢 审讯开始的时候呢 妙兵呢 在法警的押接下 步入了法庭 表面上态度呢 依然很正经 他除了口头进行规辩以外呢 他当情啊 成交了自己写的 就是他的自传 就是我于日本工作 这么一册 有129页之多 这个内容呢 都是为他自己啊 叛国投敌的罪行啊 做狡辩的证据 虽然他不敢当庭 就是承认呢 他曾经奉蒋介石的命令 到日本东京去求和 但是呢 他口口声声地说 奉何英卿之命 在轮选区 进行策返工作 曾经呢 托友人 还送过一幅苏武牧羊图 给了何英卿 表明自己的心计 妙兵呢 还聘请了三位律师 为其辩护 停训呢 历时 四个小时 妙兵这时候啊 以自负的口气说 我做的都是策反工作 并不是 通谋叛国 图谋呢 推翻中国 四月八号 江苏高等法院宣判 汉奸汪伟立法院的 副院长妙兵 判处死刑 判决书的主文 以通谋敌国 图谋反抗本国 判死刑 虽不无威功 乃属投机取巧 蒋介石电令 最高法院 尽快结案 五月二十一号呢 最高法院 复判书下达 其主文为 上诉驳回 最高法院 驳回妙兵上诉 预示着他死 其将至 妙兵在汪伟政府 曾先后任立法院副院长 考试院副院长 都不是政府要职 妙兵本人 也没有特别重大的 卖国行为 如果严格按照 惩治汉奸条例 对其进行判决 不至于判处死刑 法院在蒋介石的授意下 将妙兵判处死刑 主要还是因为 他代表 蒋介石对日和谈的 佐藤事件被曝光了 妙兵怎么都没想到 他秘密赴日和谈 不仅没能立下大功 反而最终要了他的命 当天下午 妙兵就在狮子口监狱 接到了复判书 死刑已成了定局 但是他还想 死礼求生 写信给其妻子 请他再去找吴志辉 或者去找何英卿 来鼎力营救 但是信还没有发出 死神已经光临了 下午五点钟 法警就来了 将妙兵从监狱当中提出 押父狮子口刑场 检察官告诉他 本案已经结束了 现在奉司法行政部的核准 来进行执行了 就问妙兵 你有什么遗言呢 余为爱国分子 有二子就是两个儿子 在抗战时期 赴余就到重庆去了 有一个儿子 在广西和日军作战的时候 是为国牺牲的 他说这样 就是你判我死刑 实属有点过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这个妙兵的小儿子 他叫妙红 在抗战期间 他因为十分鄙视他的父亲 作为汉奸这种卖国行为 在北平通过地下人士 就逃到了昆明 在南开的中学 高中部读书 后来又考上西南联大的 外国语的专业 1944年 他响应国民政府 直视新年参军 抗日的号召 他进了艺甸园的训练班 来进行学习 毕业以后 分配到降落伞 第八大队 第二分队任翻译员 后又转到空军的陆战队 这个陆战队 又称为中美联合突击队 他接受了散兵的训练 1945年的7月 妙宏随着他的部队 空降到广西柳州 8月2号 在收复广西南丹机场的时候 他手拿着冲锋枪 冲在最前面 不幸被日军打中 最后牺牲了 妙宾临死之前 他发出这种哀鸣 拿自己的儿子说事 只能证明老子做汉奸的可耻 儿子为国壮烈 对他的死刑是无济于事的 所以枪声响出 妙宾引弹毕命 时间为1946年的5月21日下午5点50分 他在无锡上海南京 杭州等地的房产 均被作为敌产 被国民政府没收 妙宾是我国八年抗战胜利以后 以叛国罪处死的第一人 他是一个开始以投机革命 起家发迹 后来由于贪腐 而被国民政府罢官 在抗战中投靠日本 成为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和汪精卫国民政府的大汉奸 由于没有得到他内心最大的追求 又投机和重庆国民政府来进行谈判 最终因为去日本和谈这个事 泄灭以后 成为第一个被推上刑场的大汉奸 身败名列这么一个可耻的人物 不管呢 妙宾的行动 是出自他个人的目的 或者是受人指派的 中卫是呢 叛国投敌的这么一个大汉奸 杀妙宾呢 足以为不忠于国 不忠于民族者戒 关于呢 审判大汉奸 妙宾我们就讲到这里 感谢收看 再见 1928年 乾隆和慈禧太后的大汉 同时被盗 大批珍贵文物不知所踪 人们传说 这起盗墓案并非普通盗匪所为 它的背后是一支军队在精心策划 那么作为训练有素的正规军 因何会干起了盗墓的勾当 这起盗墓案的策划者又是谁 下期节目中 历史学者宋连生将为您讲述 黄陵浩劫 中文字幕提供 好了 感谢观看